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好 现在离我们全民共振五一散步的时间只有几天了 在这几天我们陆续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民运和维权朋友的一些信息 其中很多朋友说我们受到警告了 我们被喝茶了 他们警告我们不能够这次去到省城 更不能够到达现场 有一些朋友甚至得到的警告是你五一那天不能出门 我们强烈的建议这些朋友和其他的 即使是没有这次没有受到过警告 但是以前被喝过茶 以前坐过牢 以前被刑拘过的这些朋友 就是所有的已经进入了中共维稳体系的监视的范围的这些朋友 这次就不要尝试着去到现场去参与五一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是尝试去 那么他们只需要派三四个警察 就在中途把你拦截了 甚至是会把我们关进监狱 给大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给民主力量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如果我们在家里面 那么他们至少要派出十到二十个警察来对我们进行监控 这样我们在家里面实际上就能更好的更大的消耗他们的警力 消耗他们的维稳资源 如果是我们提出一个要求 说我们这次五一要出门旅游 要求警方的陪同 那么维稳机构他们也有可能答应的 因为他们也是人 他们也想在五一出去旅游 他们也想保证 你在五一这段时间 不会出什么事情 所以说呢 这样子我们就更好的更大的消耗了他们的维稳资源 那即使是他们不同意也不要紧 那我们没什么损失 所以说这些已经被监控的朋友 所以这一次呢就在家里面 你们在家里面就已经促进了民主 你们在家里面坐着就已经参与了全民共振 那还有一些呢没有受到监控的朋友 有很多朋友表示这次五一一定要去 我们不反对我们呢觉得大家应当去 那但是呢一定要做好安全防范的措施 我们在下面提出几条这个安全防范措施的这个参考建议 第一个呢就是要把手机和电脑上面的有关五一共振的 这个全民共振的消息要全部把它删除掉 最好是把手机恢复出厂设置 这样子呢你这个里面呢就没有任何敏感的信息了 把电脑呢最好就放在家里面啊 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当天呢在那些这个聚会的现场 在散步的现场 甚至是在火车上面和在其他的交通工具上面 在通往省城的聚会地点的那些路上面 可能会有大量的警察来搜查 来查看大家的手机 现在呢这一项这个暴政啊 这一项劣政就是随机在街上啊 随机这个查看手机的 已经从新疆啊 蔓延到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了 这次五一他们可能会啊大规模的运用这种恐怖手段 这种侵犯公民权利的手段 那如果他们看见你们手机里面的有五一共振的内容 那么他们就毫不犹豫的会把大家抓起来 所以说清除手机和电脑里面的这个敏感内容非常重要 这是第一条那第二条呢就是大家到达现场之后 一定不要做任何过激的举动 不要做任何激烈反抗性的举动 比如说这个喊口号啊打横幅啊 这个举牌子这样的口号啊 这样的这个举动啊一定不要有 因为这一次我们五一啊设定的目标啊 是热身演练并不是说啊强力的出击 这一次呢我们五一只是全民共振行动的一个开始 一个开始不是决战那仅仅是准备活动 仅仅是热身的活动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出事 我们第一要是保障安全 那第二呢是在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呢考察我们的地点 我们为未来做一些准备 即使是我们不做过激的举动 那么当时也有可能出现一些人啊 一些这个事件 让大家觉得啊哎呀这个热血沸腾 跃跃欲试 有一些人会出现呢在当地 在那个场合啊高呼口号啊 啊这个打出横幅啊 这样的情况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些举动啊极有可能 是中共维稳 体系啊他们安排的钓鱼的举动 大家一定不要上当啊 一定不要啊看见这样呢 就热血沸腾就去参与就去支持 其实大家冷眼旁观一段时间看一看情况 一般来讲呢如果在那个现场 人员不多人聚集的不多 有人做出这种举动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百分之百的 他是钓鱼啊如果是这个现场啊 人潮汹涌 那么警察他们倒是不敢做出这种举动 因为他们怕弄假成真啊 那即使是这些情况啊没有出现啊 大家只要在这个现场啊或者是在半路 觉得已经这个被跟踪了 已经受到了监控 已经感觉到了有切身的这个危险 这个时候啊我建议大家就 采取保守的做法啊就尽快的撤离 就尽快的回撤 大家记住这一次安全第一 只要我们安全的回来了 只要我们安全回来了 这次我们就是取得了胜利 啊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说这次五一啊我们既然不抗议 那我们这次去意义何在呢 我想告诉大家意义非常大 那第一个意义呢 就是啊我们这次通过这次的这个行动啊 推广了全民共振的理念 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的群体抗争呢 是非常的多 参与的人数每年参与的人数啊 达到三千万人 但是呢因为大家在地域上面分布很广 在时间上面呢也很分散 一年365天到任何时候啊都有人上街 这样子呢所有的抗争的这个规模啊就不会大 所以大家都变成了小鞭炮 那这个小鞭炮啊是炸毁不了专制大厦的 如果是我们在时间上面在空间上面进行集中 把这些小规模的抗争呢集中起来 那么这些小鞭炮啊就聚集起来啊就变成了炸药 这个炸药那它就会爆发强大的这个破坏力啊 就会把这个专制大厦炸毁 所以说这就是全民共振的这样的一个原理 那把这样一个概念推广到所有的抗争群体当中 哪怕是啊这个3000万人当中啊只有10%的人接受这个理念 那么也有300万人那就一定破局了 即使是只有1%的人接受这个理念那也有30万人 各个省省会城市啊平均起来都有一万人规模的抗争 那就会形成强大的共振效应 就会把在中国积累了69年的这个民间的怨气啊 就会把它震出来就会把它激发出来 就会让所有的人呢就走向街头 形成了全民上街的这种局面 所以呢这一次抗争啊 这一次的这个五一的散步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推广全民共振概念的这样的一次行动 那第二个这个意义呢就是培训了我们自己的团队 我们先说了这一次呢主要的目的是热身演练 每一次大的街头革命呢一定会有许多的政治团队 他们参与他们担任了这个其中的这个主要的组织和这个策划的这样的工作 那么这些团队呢都是需要自我培训的 那培训的越多那么他们的战斗力就越强 未来民主革命的就越顺利那代价就付出的越少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不断的这种多次的这种啊 全民抗共振啊这样的散步这样的聚集 那么就会给大家提供一个机会 说是我们呢带着团队带着团队啊到抗争的现场 到达未来革命的那些战场去考察啊去策划去这个设身处地的啊 去想一想今后我们该怎么办 这样就对未来的这个运动啊就更加的胸有成竹 所以这是第二个意义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消耗对方的资源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啊 嗯决定要去五一抗争散步的这个现场 那即使是啊即使是这次五一啊一个人都不去 啊我们完全是虚晃一枪 那我告诉大家 中共啊他也绝对要用大量的警力来进行呢 不防来进行的围堵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输不起啊 他们不敢冒这个风险啊 他们如果不这样进行围堵 那么现在中国民间的怨气这么大 如果真是有人去了一大部分人去了 有几万人几十万人去了 他们怎么办 所以说他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来布置进行围堵 我们宣传的力度越大 我们这个信息传播的范围越广 他们围堵的力量就会越大 那所以说呢这一次他们一定会 他们已经用了大量的力量啊来进行围堵 而这个围堵啊就消耗了他们的资源 每一次围堵都会消耗他们大量的资源 那么这个资源消耗呢 最后又得不到一个正面的结果 那么最后啊就会影响他们的士气 每一次啊大家都喊围来了 但是呢大家一去这个他们的人一去围没有来空跑一趟 这个时候啊他们的所有的这个士气就会降低了 他们的这个警戒就会松懈了 那么下一次真正的我们到了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 真正的进行全民动员的时候 他们就来那个时候啊就不会有那么迅速的反应 他们就会迟钝就会麻木 那时候啊我们就成功了 所以我们现在呀是以虚计时啊 即使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多少人上街也不要紧 只要他们动了我们就赢了 他们不布防我们就真上街了 他们布防我们不去我们也赢了 那所以这一次呢所以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要传播这个信息 传播信息传播的越广我们迎面就越大 那还有一些朋友有个疑问 所以我们这么早的就公布了我们要抗争的时间地点 那么他们对方中共啊必然的进行严密的布置防范 那我们这个抗议怎么能够成功呢 大家不要担心我跟大家讲一个案例啊 87年的时候啊当时一个著名的科学家方立之教授啊 号召大家上街 学生呢主要是学生上街那要求自由民主 当时我在北京上大学 我们北京的一些大学生呢就自发的啊 这个就决定了去上街啊 上街当然是天安门广场了 对方中共也知道 所以他们提前就在天安门广场啊 设置了防线派出了大量的警察 把广场这个给围起来了 不让大家进入广场的那个中央 那学生去了从四面八方 就到达那个广场的周围怎么办呢 那么大家你不能进到广场中间聚集 那就在那个警戒线周围啊就进行聚集啊 所以说人群聚集是你是防不住的 你在哪里布置警戒线 那么人群就在那个警戒线之外啊就进行了这个聚集了 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没用那聚集了怎么办呢 因为我方啊是进攻的一方 对方是防守的一方 防守呢他是在那个地方不能动的 我们进攻的一方呢是能够动的 那么如果是他们这个防守的那个地点呢 我们觉得攻不进去怎么办呢 队伍那个时候只要有人领头 一掉头就到旁边的那些街道上面的防滑的商业区 那去游行一圈去喊一圈口号 那个时候啊就会吸引大量的人围观 就会啊甚至是吸引大量的人来参与 这个时候我们的队伍就壮大了 对方就更加难以镇压了 所以说呢大家不要担心说中共不妨怎么办 他们一定会不妨的 只要我们大规模的宣传 只要我们聚集这个消息是不可能保密的 在中国有20个人以上知道的一条消息 这个关于政治抗议的消息 我们就不可能对警方进行保密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我们这个不把他干脆把这个消息啊 扩得更大 既然警方已经知道了 那么我们就让更多的我们的人知道 我们的人知道的越多 我们的规模越大 那么警方就越难以防范 街头抗议啊街头革命是一个属人头的革命 我们需要的是大量的人知道 大量的人参与 我们不能保密 我们一定要实现实行阳谋 那这个政治革命啊政治战争啊和街头革命啊 他就是一个政治战争啊 政治战争啊跟这个军事战争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 像古代打仗的时候 大家都要布置一个正式啊 这个孙子兵法上面说的叫做以正和以正和以其胜 就是说啊大家双方都要摆出一个正式 然后呢大家进行这个对垒 但是真正的取胜负是取决于双方啊哪一方这个能够出奇兵 出奇才能制胜 但是政治战争也是同样是如此 我们全民共振呢是要民间力量集合起来 大家形成一个跟专制制度专制政权的对垒的这么一个正式 但是呢这个正式啊并不是说我们呢不能做其他的 只当我们在进行对垒的时候 当专制政权在全力的防范我们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会有一些奇兵出来 那我跟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啊 外国的例子就是86年菲律宾的这个革命当中的出现了一个情形 当时呢这个反对派的一个他的这个布阵呢是由阿基诺夫人 领导的这个人民力量这样的一个政党啊 他们呢把全菲律宾的这个反抗者动员起来了 大家到街头进行抗争 和马克思的这个专制政权呢独裁政权进行对垒 对垒了一段时间大家这个不分胜负 那这个时候是出现了一个啊一支骑兵 就是在当时的军队里面呢有一批少壮派的军官 联络当时的这个副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 他们呢谋划了一个兵面想突袭总统府抓捕马克思 这个兵面呢它本身是失败了 那么大概一百多个啊 失败的政变失败的这个军人呢 退回到一个军营 然后向啊全世界发布消息 向全菲律宾的发布消息 说我们呢这个要反对马克思的这个军政府啊 独裁政权希望大家都来支持我们 希望所有的军人呢都倒戈 这个时候啊全全这个首都的老百姓呢 就会就蜂拥而至到那个军营的周围去保护他们 去声援他们那马克思政权派出的那个军队啊 去镇压他们的一看见了这个场面呢 就跟这个冰块遇到了火炉一样 很快就融化了很快就参与了这个反抗者的阵营 为什么呢 因为当他政权内部啊出现了这样的声音的时候 对他们的适去打击是非常大的 对所有的这些啊对这个政权内部的 对马克思不满的这些人呢 对他们的这个影响力这心理上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么一冲击啊再加上这个街头革命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一方啊 力量也非常的强大政治号召力也非常强大 这双方一结合马克思政权呢很快就倒台了 只用了四天时间只用了四天时间 马克思就仓皇出逃 那未来的中国会不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我告诉大家一定会出现的 现在习近平政权他得罪的可不仅仅是底层的老百姓 也不仅仅是中产阶级他得罪的是社会各个阶层 他甚至是把中共内部的那红二代的家族 甚至是把中共的这个中下层的这些官员就全部都得罪了 那这些官员呢也是人人自危人心失变 只要我们老百姓呢摆出一个和他们对垒的这样的一个正式 那么所有的这些人他们就极有可能成为一只啊 深远我们的骑兵成为啊压垮这个骆驼的最后的一根稻草 我们呢在这一次的这个过程推广这个全民共振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陆陆续续的也收到了一些消息 体制内的人对习近平独裁政权非常的不满 那这些人呢一定会到时候啊会站到人民的一边 为什么呢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他们自己的这个把自己过去的啊 跟共产党的所做的那些罪恶洗清 那么一定要站到人民的一边 所以说希望大家我们这一次啊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 把我们的人民的这个力量显示出来 让我们人民的力量把这些体制内的把体制内的反独裁的力量全部都吸引过来 最后我们来共同的实现这个民主变革 现在中国在一个十字路口 维持现状是已经不可能的了 这一套权贵资本主义的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 经济很快就会崩溃 这政治制度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所以说习近平呢现在他是想把中国拉向这个文革时代 把中国变成大朝鲜 那么另外一条路就是我们人民 我们希望把中国推向民主宪政的这个康庄大道 这两条路线之争没有中间派 所以体制内的人他们如果是反对这个独裁政权 那么最后反对习近平的独裁 那么一定只能加入到民主宪政的这个阵营里面 人民是主导 人民摆出这样一副架势 人民摆出了这个人民实现的全民共振 那么所有的这些官员他们就有一个机会 代罪立功的机会 洗清自己罪恶的机会 为人民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定不会放过 今年就在今年我们有非常好的破局的时机 所以希望大家抓紧这个时机 就在今年大家一起奋斗 一起推广全民共振 一起冲垮这个政权 一起来实现对专制制度的破局 一起来实现对专制制度的破局